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就在淡水这个马街医院门口发生一起车祸 意外当时民众还以为是什么重大车祸 因为呢现场照片拍下说这个有一辆黑色轿车 被夹击在石市路口的正中间 车上还有人被压制在地 结果民众一看来这才发现说原来车上冲下的都是警察 把黑色轿车里面男子团团包围压制在地 这才惊觉原来是昨天晚上发生在捷运中驿站的 鲁人事件警方是逮捕主贤许姓男子 经过一个晚上的调查跟跟监之后呢 警方决定在今天下午他开车在路上时执行这个逮捕行动 结果一度的引起民众的恐慌 结果这个警方加以解释说是台北市行大以及北投分局侦察队 执行这个逮捕的命令的时候呢 就在街头将人带回去 目前调查发现说这名许姓男子可能跟被害的 陈姓男子由毒品上的交易纠纷 才会在昨天晚间在北投的中驿站把人带回去 抢卤上车来 让这警方非常的惊讶 甚至的展开调查之后 证明被害陈姓男子到目前为止 只还是这个躲了起来 只有这个许姓男子主贤被警方带回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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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